想要請問一下敏鳳 這個一個sail檔之後 好像有很多的聯想空間 但是關鍵是 審慶金一千五百 這個某某極端總裁 多少錢 這個錢是寫了 是不是作夢文 我只是這樣寫 錢有這樣的流到 磕的戶頭裡面去嗎 怎麼樣來證明這一段 才是他有沒有收賄罪的證明 對不對 現在這一塊 就你的了解 會不會讓檢方非常的頭痛 特別是現在把錢轉出 又管到太多了 不用藏在家裡面 比特幣一買 現在比特幣漲到多少錢了 對不對 可是這些人都是老派的人 你叫他們用比特幣 當然可以 如果他們所屬的公司 還有阿伯的 還有財經管理 也有這種高手的話 那你就不用手記 你就用那個東西就好了 那現在是說 這幾個人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那一天檢察官才限月一些資料 所以因為你有 所以你認為檢察官當初要提出 申請月月 限月資料 就是含這份重大的密保 含這份資料 所以因為這份資料裡面排名 第一個是審慶經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個也是這個現在大家 談了幾大案中間一個人 那第三個就所謂的科技大佬 科技大佬雖然沒有明顯擺在這個案上面 但是他跟郭台銘是好朋友 大家也都知道 他跟民眾黨的其中一個人 也是很好的這個partner 所以說這三個人大家名字 雖然大家只有身份 但是大家猜也都猜得到 蠻容易對得到人 對 蠻容易對得到人 那中間尤其是中間那一個 這個正有一個案子 也是也是也是這一個的 然後包括這個這整個 金華城的什麼這個連帶的關係 他也有份 所以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到底是真的是 是真的隨便寫寫嗎 還是什麼下午三點 這個我覺得不大相信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 有部分是重要的資料 所以你在這個第二庭的 第二次的法官的這個裁定書裡面 猜者說這個是需要去查證的 顯然他們也是覺得這一份 這一份的資料 是有相當的代表一個金流的流向 那今天最新出來就是說 這個是這個中南部的博弈大亨 跟這個所謂的電玩大亨 那其實嘉義那個是一個人 大家其實他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因為每次選總統 都有很多人去看他 然後後面 現在做很多善事 對對對 後面那個百億總裁跟電玩大亨 應該是同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 其實這所謂的三個人 其實是兩個人 是 那這個所謂嘉義的這個人 他是他的關係 是跟小沈常常很喜歡去賭博 然後好像這個桃珠銀員裡面 有因為欠了很多錢 所以桃珠銀員除了審慶金之外 好像有一戶也是他 也是他在用的 那我不曉得有沒有登記 因為這個所謂實價登陸 你是說台中這個電玩大亨 沒有 南部 南部那個 嘉義那一位 對 就是跟沈欣金兩個人喜歡 偶爾來個雨晴 喜歡飛飛機去澳門那個 對 所以 所以說他們的 那 吳欣金他也常常 所以他跟威京小沈算也蠻熟的 都已經 互相 譬如說我欠整數賠錢 審數賠錢 大家都已經蠻熟了 那這個所謂名單裡面有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也是所謂的 這個 每次總統大選都要去參拜的人 當時包括也有傳聞什麼 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也有下去 訪問這個人嘛 那他如果透過小沈 或是透過朋友介紹這個人認識 柯文哲 我覺得那個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這個百億總裁跟電玩大亨呢 這個人呢 我想他如果說在台中有混過人 叫人簡單介紹一下 我覺得他們跟那個小沈 他們都都有一些認識了 那這個人是 是一個本來是一個小小的 事業起家的 但是這個人後來工作 這個 整個事業發展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設了非常多的網站跟電玩系列 所以這個人也是算非常 在中部地區非常重要的人 我覺得易小威的四千多萬 根據議會以前的模式 議會的人通常都是會有一個人主導 然後開始 他不會 因為你一個人 一個人不可能主導全部的案子 根據過去議會很多的弊案 都是有一個代表人 然後這個 由這個人開始 去再去聯絡其他人 這個聯合前來不見得要出面說 像易小威做到這麼大的動作 但至少可以閉嘴 至少可以就是說這個 所以閉嘴就會給你一條錢了嗎 對 沒有錯 我不講話就沒事就有錢了 對 叫你閉嘴 或是說 不要擋路就對了 對 不要擋路 不要擋路跟閉嘴 這樣子就是可以了 所以說易小威那些錢 還有那個陳育坤 那些公關費 到底議會真的只有一個人嗎 其實我覺得像這麼大的案子 不可能 整個我覺得市議會 是不大可能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 特別是易小威是萬華區的 但是金華城這麼大的量體 是在鬆信區 對 所以鬆信那些議員 那誰負責呢 對不對 鬆信議員那些誰負責 那可能易小威也要負責鬆信那些 那這個東西在議會 大家其實很多議會大的畢案 你們議會很多大的畢案都是這樣 有一個人 他昨天裝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看他現在繼續裝不知道 那我最近有一個人出來幫朱雅虎出來講話 我不曉得那個人是不是 可是很多人在這個時候都避而不及 都不會出來幫朱雅虎講話 不敢吭聲了 但是有一個人就出來幫朱雅虎講話了 那個人就在鬆信區 那我也不曉得是怎樣 那但是議會的 閉案的運作規則就是這樣 從過去很多的案子都是這樣 我就有一個人負責 然後其他人分一分 那你們就是 你們也不需要跟我一樣 做這麼大動作去質詢或幹嘛 你們只要不擋路 閉嘴這樣就行了 那個台志光那個案子也是 也只有一個人嗎 不是 有人把那個總預算都擋下了一千八百億 這裡就敢講了 對啊 這個我在現場開會我敢講 我在現場黨團都在啊 誰講什麼我們都知道啊 所以以台志光來說 不可能只有一個議員 處理這麼大的一個預算 那你說每個案子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閉鳳這樣講的有道理 對啊 每個案子都一樣 康裡判斷 沒有金流了 台志光 沒有 議會以前都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一千五 絕對不是易小威給的 這種層次不同好不好 對 議員 會負責處理同事就好了 對 議員 只負責議員 負責理事啊 議員不會去處理市長的 那市長會說我算什麼 我算小喊的嗎 你議員給我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沒有邏輯 你說打點市長的叫議員拿去 那市長不是把柄 留在議員的手上 我跟你講你這樣講這個 不是不是 你要想那個政治 那個政治的邏輯是不對的 對 市長要誰處理 如果議員拿錢去給市長 當然是審慶金自己處理 議員就留了把柄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啊 怕也怕死了 有安全啊 對 哪有可能 沒有 我跟你說審慶金 也不可能做這個 才沒有最準的事情 他一定是叫另外一個人 把這個錢拿過去給他 他如果真的有給柯文哲的話 他一定是找一個柯文哲信任 他也信任人拿去給他 那那個人絕對不會是應小威 再怎樣應小威跟柯文哲 都是監督的關係 雖然他們在金華城這個案子 目標是一致的 但他也不會做這麼沒有水準 因為他叫應小威拿過去 柯文哲一定不敢收嘛 對不對 柯文哲 除非柯文哲真的蠢到這樣子 柯文哲也是把錢收下來 柯文哲我會覺得說 我幫我看歲寒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給大家補充一下就好了 臺灣曾經發生過一個叫做 周仁申電外幣案 有沒有 然後呢 那是臺灣有史以來 組織規模最大的 連檢方系統 警方系統 然後基層警員到高階警官 我跟你說 從基層的派出所 文局 這個刑事組 這些現在在偵查隊 這個帳房 給錢的帳房 紅包公關費是 是一掛人 但是層級更高的 到什麼樣的層級 座長以上是一掛人 文局長以上是一掛人 到地檢署上面 是不同層級的人 這就是有概念的人 連貪污會落到有階層就對了 當然 落到也有一個信任感嘛 你怎麼看不張 跟我對 我怎麼相信你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 馬鈺雯所揭露的這個表 揭露出來之後 這一些財團大友一定很火大 我給過這麼多人 怎麼會有人這麼蠢 居然給我寫在上面 真的 而且連金手人 連金額都給我寫上去 我想 我告訴你 這些人不敢捐錢給民眾黨以後 那一天 不會有以後 因為柯文哲就抓起來了 你知道嗎 馬鈺雯那一天問我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真的嗎 你有 你確定這是事實嗎 怎麼可能 因為你知道這就罪證確鑿啊 這些人會不會被詐句問 還沒確鑿啦 就寫完之後那個金流 要留到一些帳戶 沒有 要順藤摸瓜 你知道嗎 沒有金流 不代表沒有寫上 為什麼人家不寫其他的財團老闆 就寫你 對不對 不過馬鈺雯說 其實不只這三個人 其實還有更多人 只是說他看到的 這一些資料裡面 這三個人是讓他記憶最深刻的 然後這個資料金額的部分 他確認那就是金額 好 蘇培議員 他連辦公室裡面的實習生 都還是財團二代三代 是啊 柯文哲要卸任之前 不是有一個交信實習生 大家有沒有記憶很深刻 過去他說財團啊 如果有事情找我啊 來市長室吃便當 結果他在卸任之前 在他的辦公室 有一群實習生 不是只有一個 是有很多個 這些實習生的來 來處 其實都打一個非常大的溫號 因為過去包含好龍斌 也沒有市長是實習生這樣的制度 只有柯文哲的第二任 而且是第二任的後期的時候才有 那這個交信實習生就一個非常特別的啊 因為他就是跟著柯文哲出去跑行程 然後還嗆記者 然後跟記者有了摩擦 還甚至甚至嗆記者說 你惹錯人了啦 我我一定要搞到你沒工作 直接嗆記者耶 柯文哲後來為這件事情 被質詢的時候 柯文哲還超乖的你知道嗎 超溫良公儉 讓的幫這個實習生道歉 他們第一時間說不認識這個實習生 他沒有 他說我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說啊 對啦 他就是沒有按照體制啊 就有人說他要來找工作 他要來應徵工作啦 我跟他講說 這個工作也沒那麼簡單 先來試試看 這裡面有幾個訊息 市長是旁邊的機要是隨便一個人跟你講 就可以進去工作的嗎 不是嘛對不對 以前他不是說 連科長都要什麼公開領選嗎 為什麼你身邊的人 居然是誰誰誰跟你講 就要把人可以塞進去 第二個 你知道市長是的實習生 你知道如果有人想要去申請 國外的這個學位的話 那個首都實習生 是不是很好的經歷 履歷表上非常的漂亮 是 那為什麼 所以等於我含著金湯池出身 我現在呢 這個想要這個去國外渡經 申請好學校 我爸爸 我媽媽卡一張單位 跟柯文哲指定說一聲 我又可以到市府的 我就是當實習生的啊 然後 注金 再度一層金 沒錯 然後交信實習生呢 他惹錯惹出事情了 柯文哲在議會 對議員都超嗆的 只有對交信實習生這個案子 嗯 的事情 他跟大家道歉 他說我錯了啦 他就是沒有按照SOP啦 所以我跟大家道歉 只有他一個人沒有按照SOP嗎 當然不是啊 後來我再去調另外一個資料的時候 同時間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馬圈圈的實習生 嗯 你知道他實習多久而已 馬圈圈是金融業界的嗎 聽說是這個跟交信實習生是表兄妹 嗯 所以台灣只有一個財團是這樣子吧 就是這個交信實習生 那時候是說是華興麗華的 那華興麗華跟誰有姻親關係 大家可以去查 柯文哲後來不證實 但他對這一件事情 他沒有否認 重點是這個馬信實習生 你知道他只工作多久嗎 他工作不到一個禮拜 欸 問到由 你就上面就給他寫實習生 我說 我就問他說 他不到一個禮拜 你有開實習證明給他嗎 他說有 該怎麼開就怎麼開 一個禮拜就開了 是 所以我就要問嘛 柯文哲你過去罵好龍兵 官商勾結 刀叉吃人肉 為財團服務 可是為財團服務最徹底的是誰 就是你柯文哲嘛 他服務的也太到位了吧 來一個禮拜就可以開實習證明給他 讓他去國外申請大學的時候 又多了一個漂亮的資歷 沒錯 而且馬信實習生拿到之後 換他的交信表哥進來 他交信表哥搞出事情來之後 柯文哲還在議會跟幫他跟議員道歉 另外你知道 如果他沒有嗆聲跟記者嗆聲說 你知不知道我爸媽是誰 我告訴你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住城商市長是暗兔城商 給多少人特權的履歷 我們都不知道耶 沒錯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交信實習生 跟柯文哲出去跑行程的時候 有一次去到大稻埕 然後就跟柯文哲就一起耶這樣子 然後拍完之後就跟他講說 你自拍拍得很好 交信實習生拍市長的這個肩膀 跟他講說 這樣做得好 這樣做得好而已好嗎 我一張電話就要請你去 柯文哲 你起床就是我家的小孩 柯文哲不是都要跟議員開幹 都要跟財團開幹 停工大巨蛋對不對 什麼五大必案 都是郝龍斌搞出來的 郝龍斌都不知道 七四一四 結果八年過去 變成財團實習生的小孩 什麼德性 是啊 另外其實還不只 柯文哲在第二任之後 其實就非常綿密的 跟財團進行關係 而且藉由什麼 藉由台北市的產發局 去約很多的財團出來吃飯 這是二零一九年六月十號的時候 吳士正也是國民黨議員 吳士正的質詢 他說他有一個餐會 是在某一間餐廳的 西餐廳 這邊的名單全部都是台灣財團 的老闆 然後吳士正就問他說 這個都是建商嘛 建商財團 有建商 有財務公司 有國際媒體集團 也有電子業的董事長 也有這個餐飲業的董事長 統統都有啦 因為很簡單嘛 你們這些財團 你們要在台北市做生意 你們總是要 產發局對你們都會有影響 所以產發局要邀請你們的時候 你們敢不來嗎 全部都要來 就這樣子啊 邀這個 邀了這一些人之後 柯文哲不是過去都說 要公開透明啊 財團跟我吃飯 都要登陸行程啊 我都要揭露 你知道這個行程 吳士正就去調資料 有揭露嗎 沒有揭露耶 後來吳士正跟他質詢之後 柯文哲說什麼 難道我上廁所也要揭露嗎 所以跟財團到老闆 吃飯對柯文哲來講 在二零一九年以後 就像上廁所一樣嗎 臭不可聞嗎 另外不只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二號 也又被這個自由時報 逮到在五星級的飯店 也是約了數十位的企業大佬 包含力寶集團 包含奧斯卡建設 包含全球人壽 包含銅鈴百貨力寶 然後包含這個泰山企業 武漢台商台泥還有什麼電子董事長全部都有啊 然後柯文哲也是偷偷摸摸 這個行程也沒有公開透明啊 所以柯文哲在成立民眾黨之後 因為他是二零一九年八月成立了嘛 成立民眾黨之後 他刻意的去經營這個這些政商關係 所以包含剛剛我們講的金華城的愛子 北市柯的案子 全部那個時間點都在什麼時候 都是在第二任啊 二零二零年開始啊 因為你要跟財團交朋友 財團就有很多的事情要拜託你 那你回應他 他自然會回饋你 不是就是這樣嗎 可是我們只是要問的是說 那你柯文哲過去所標榜的政治價值 為什麼到你第二任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第二任做的事情不一樣的時候 你還罵別人